大眾運輸人潮擁擠 對高風險族群來說很危險 建議還是要戴上口罩 另外校園學童群聚 跟衛生的習慣 也會為新冠病毒感染 埋下隱憂 假日捷運車廂月台 滿滿都是戴著口罩 開心出遊的民眾 但從本週一17號開始 搭乘公車雙鐵等 公共運輸工具 將從強制佩戴口罩 改為建議佩戴口罩 但是三年的疫情 死亡的陰影 真的是嚇壞了民眾 除此之外 校園也大解封 不論是操場 走廊 教室內 甚至校車 幼兒園 專用車 都比照大眾運輸 改為建議戴口罩 但專家憂心 學校衛生習慣比較差 校園存在風險又更高 一是謝松學擔心 台灣現階段對兒童 有三大不利因素 包含五歲以下幼兒免疫系統 沒有腸病毒感染記憶 解封之後衛生習慣鬆懈 缺水導致無法確實洗手 幼稚園還有我們國小的學童 他們的免疫力 他沒有辦法對於我們的病毒 還有細菌這方面的免疫能量 像成年人一樣 指揮中心發言人 羅宜君表示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以及年長者或免疫力低下的人 外出的時候等五種症狀 仍然建議佩戴口罩 但還是需要戴口罩的場合 包含醫療機構 醫食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和長照機構等等 從春節以來事實上都還是在第三波的低點 差不多七成的民眾應該是曾經感染過 六十五歲以上長著 有接種這個四季以上的情形 也是差不多將近五成 所以目前其實整個群體保護力算是還不錯的 指揮中心表示 下一步就是連進入醫療機構 都可以不必再戴口罩 但這個要是國內疫情發展而定 已經納入常規指引當中 最快五月啟動研議 或許可以跟新冠醬類時機一起實施 記者黃毅俊 王毅仲 台北報導